对出租私房来说 要从原来的无限制的出租 变为有限制的出租 也就是说出租私房 不能大量的无限制的 把自己的一些房子 租给别人 应该有一定的控制 超过一定数量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客战化的管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房东 可以把房子租给哪些人 做了一些比较强细的规定 这个文件上面 我们是想的规定啊 房东出租私房 他要按规定 向公安机关进行申报 经过批准以后 要和公安机关签订 自然管理责任书 要缴纳一定的 自然管理责任金 违反了这些规定 要给予比较严厉的触法 主要是经济上的触法 经教育部改议 还要取消他出租房子的权利 从这些地方呢 我们来增强房东的管理的责任 使这个管理的责任 真正落实到房东的头上 在推行新规定之前 杭州市公安局 在西湖区上唐镇 进行了试点 在上唐镇的一个村委会里 我们看到这里对私人出租房 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每一个房东都要和村委会 签订出租私房责任书 如果房东违反规定 公安机关将对房东 处以50至500元罚款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此项规定在上唐镇 实行一年以来 仅房东举报的犯罪嫌疑人 就有一百多名 这里的刑事案件的发生率 下降了9.7% 并且拆除了800多间伪装建筑 你们定下的制度听起来 就是很好的一套贵当制度 但是我觉得 有制度关键有人去执行 比如像你对房东的处罚 能执行下去吗 能执行下去的 这个我们凡是发现的 我们出了问题 一定可以处罚 比如说我们有的村干部 发生这些问题 去年吧 有一个村干部的家里 发生了这个斗屋事件 这些外来人口没有登记 那么我们就按照规定给处罚 我们拍子所出面 一下子处理不下去 就有区里面的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 给他们进行执罚 你罚这个村干部的时候他服吗 村干部当时的时候他来抒勤了 最好是能够不罚 给一点面子什么的 但是我们为了教育广大群众 必须罚 罚了以后群众反向很好 群众说干部也罚了 那我们就没办法 肯定能够执行好的这个制度 所以我们这个与房东签订 这个外来人口管理这个执任书 确实得到了落实 看来在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的今天 私人出租房的管理 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节目里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 才能使私房出租 既为人们提供生活和工作的便利 又为社会安定提供保障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